回到台湾 带您来关心的是摇头丸 因为摇头丸价格低廉 近年来被许多的学生滥用 不少家长都相当的忧心 来看三种的医学研究团队 他们发现了 存在葡萄皮 红酒 或者是坚果食物当中的白梨卤醇 能够减少摇头丸 对人体的中毒现象 或者是达到预防的效果 在未来将会进行更多的人体实验 大概一二十年前 大家就开始往红酒这个方面 去探讨这里面成分 就发现了白梨卤醇 这几年很夯的名词 白梨卤醇 普遍存在葡萄皮 红酒 和坚果等食物当中 现在国内医师团队则研究发现 它甚至可以抢现一步 与脑部中的血腥素转运体结合 减少摇头丸对人体的中毒现象 摇头丸的主别 它跟正常大鼠的主别 比起来摇头丸会造成 我们血腥素转运体的密度 下降大概50%左右 大概会减低一半 那如果你有病用白梨卤醇的话 大概可以让你的血腥素转运体 恢复到大概有六七成的效果 所以它的保护的作用 确实是还蛮明显的 就是可以防止我们 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毒品滥用问题 成国内社会隐忧之一 使用年龄层也越来越低 有心人甚至会故意 将毒品伪装成食品或糖果 让人难以察觉 就怕家中孩子出外交朋友 不小心走入毒品陷阱 医生希望这项研究 未来在预防和摇头丸的解读上 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未来 如果可以把它开发成 一些药品或保健食品 如果我们拿来做 平常的日常生活的 一些保健的话 那如果你的小孩 不小心去接触到夜店 朋友带他去夜店 接触到一些毒品的时候 他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效果 可以减少他后续 引发的一些副作用 摇头丸副作用 包括心率不整 高血压 肝肾衰竭 甚至死亡 大多与摇头丸当中 所引发的急性 与长期中毒有关 目前并没有专门的药物 来预防或解毒 不过这项研究结果 受到注目 白梨卢醇 确实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人心卫视 徐正敏黄冠发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